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赢家对话的自由创业家 那说到自由 我来先介绍一下 自由创业家的含义 对于自由来说 我们就是讲到的是 一个是时间的自由 还有一个是财富的自由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心灵的自由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 其实是有限的 我们如果说一个人按照 一生活一百岁的话 那总共就三万多天 如果活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话 那可能就两万多天 所以去头掐尾的话 其实属胜的时间 可能能够创造 这个事业也好 创造财富也好 那这个时间只有一万多天 包括学习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人的生命的时间 是非常的有限 那么在这样一个有限时间里面 我要我们要创造一些财富 实现财富上的自由 那对于这个财富上的自由 什么样来定义呢 就是我们不管是针对自己的个人 还有家庭 还有回馈社会 那我的财富呢 累积到我自己想要去做 帮助到我的家人 个人 帮助到自己 个人家庭社会 都是我想要去做的时候 那就我有这样充足的财富去 去做 那才叫财富的自由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心灵的自由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最高的境界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的活法 对我们的活法来说 我们有三重境界 第一种叫生存 生存的话是在物质的积累 还有一种呢 叫生活 生活的话是对自己 内在的一种叛行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生命 生命的阶段 生命的阶段呢 就是灵魂得到了自由 心灵得到了自由 富足了 提升了自己的 提升了自己的心性 磨炼了自己的灵魂 像在这个 对于这个生命的阐述来说 有一部长篇小说 是麦克福尔的长篇小说 这篇长篇小说叫 百度人里面就提到了 用一个灵魂 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用一个生命去影响 另一个生命 所以说对于 人的不同的活法 生存生活生命来说 真正的心灵 心灵上的得到了自由的话 就达到了这种灵魂上 心灵上的自由和富足 所以对于每一个 这个人来说 我们想要获得时间自由 这个财富自由 心灵自由的话 是我们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要追求的 那对于创业家来说 创就是创造 创新 创立 那么一份事业 那么家呢 就是成为这样一个行家 也代表了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个 自由创业家 顾名思义的话 就是能够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心灵自由的 创造了 创立了一份事业的 一个行家 这个就是我们的 自由创业家 那大家了解到了 这个自由创业家 我们怎么样来达成 这个成为这个自由创业家呢 其实这个社会上 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追求 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世界 看到我们的本体 透过我们的现象 去了解我们的本质 这个就是从我们自己的 认知上的一个改变 就是你想要了解一个事物的 真正的本质的话 就是提升了你的认知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能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所以说呢 你想要在这个 刚刚前面讲到的 从生命 生存生活到生命 你想要提升自己 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 那么你首先要提升 改变你的认知 所以我们今天 从这个认知层面去了解 那当然这个世界呢 是有很多的法则来主宰的 比如说密词法则 比如说复利法则 比如说帕托尔法则 帕托尔法则 也就是二八法则 等等这些法则 来主宰了这个世界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些人当然 在生活当中 他去上班去打工 有些人自己创业 想要作为企业家 有些人是 目前还在学习 这个阶段 有些人是家庭的主妇 有些人也曾经是 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呢 不同的人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 这个法则在影响着我们 那么针对这样的法则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思维 有一个新的认知 引导我们 并且我们去运用这些法则的原理 让我们去设限创业 并且成为自由的创业家呢 那我接下来就 慢慢的跟大家来讲 如何来成为一个 自由的创业家 就是好部分 我们一直讲事物的话 就是what why how 那好是如何来组成的呢 如果说要做成一个自由的创业家 首先命令到的一个命题 就是有一个选择 今天我主要的这个内容呢 是分成五个部分啊 分成五个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一直讲选择大意努力 如果说有正确的选择 那么你可以坚持去做 如果选择错误了的话 你越坚持 那么越是背道而驰的 那在选择上呢 我们说对于这个商业来说 我们先从这个产业啊 到行业再到企业 这样一个路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职业来说 呃肯定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啊 也是在一个行业里面 这个行业也是在一个产业里面 这个产业的话也是 就是我们最高的就是商业 所以我们从选择的话 我们要从大的方向 然后落定到细节部分 那首先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选择 我们选择的是大健康这个产业 大健康里面的抗衰老的板块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 大健康这个产业呢 首先大健康这个产业 现在目前的呃后裕群时代啊 全球的这个老龄化啊 并且呢这个对于我们的中产的崛起啊 中产的人数像目前的话 像国内的话就有1.09亿啊 将来的话这个人数会更加倍增到 3亿到5亿 所以说呢就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 呃对大健康这个需求 健康是一嘛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老龄化 老龄化的话活得长了 活得久了 那这个对于能不能健康的活着啊 好好的活着 所以这个健康需求也是很大 后裕群时代呢 当时给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人啊 上了一堂大的健康课啊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对产业这个方向来说呢 我们选定的是大健康 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呢 我们选择走网络的营销行业啊 对于网络营销行业呢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 物联网也好 人联网也好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真正的人脉呢 变成前脉 并且对一个行业的选择来说 你要进入某一个行业 往往是有行业门槛的 那么网络营销的行业门槛呢 是非常的低的啊 它的风险呢也是非常的小的 甚至是零风险的啊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 风险啊 并且成功的激励呢就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就会去选择这个网络营销的这个行业 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 我们选择的是凯利创立的是分布式的跨境电商 那凯利创立分布式跨境电商 这样一个新型的业态模式 它主要是一个实现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战略 就是凯利这份事业要实现一个全球化 全球化如何来实现呢 它在这运作里面 我们在运作里面呢 就实现了去中心化 网络化平台化啊 这样来实现我们的凯利这个企业的全球化战略 所以呢 我们就运用了分布式跨境电商这样一种模式啊 实现了去中心化网络化平台化 所以大家想一下 你如果说选择的时候 那一条清晰的这个路线就出来了啊 从产业到行业再到企业 所以说呢 选择大于努力 那么如果说选择凯利这个项目 你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路径展现在你面前啊 所以我们去经营我们的分布式跨境电商 运用的手段就是分布式的跨境网购啊 这个是全球化的一个平台 那如果说我们了解了我们的选择 还有一个明白在认知里面要明白的一个这个生产力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对于我们网络营销来说 我们运用人脉变成前脉 其实我们的人脉就是我们的生产资料 那么影响这个生产力的部分又是什么呢 其实网络营销这里面就是核心点就是一个分享 然后我们叫流量经济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 因为分享的世界可以共享 所以说我们通过分享这个手段就是推荐啊 推荐是我们整个网络营销组织行销里面的核心的 最起步的起点的一个生产力 你只有通过不停的分享啊 不停的再分享你的组织你的团队不停的分享 那么这个生产力就有驱动了啊 就被驱动了 当你不停的分享 你的团队也在不停的分享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个生产力就是倍增 组织在倍增 那么你这个生产力得以提高了 那当我们的分享进行了 我们的组织也倍增了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由我们的消费带动的我们的生产力 特别是我们叫追求客户的终身价值 就是后期的复销 当我们的产品被一群人认可 并且帮助到很多人提升了健康 改变了健康的时候 那后期的消费啊 就创立了这个客户的终身价值啊 也叫用户的终身价值 所以呢 我们在选择了这个凯利 这个分布式跨境电商之后 我们要明白的 到底什么 才是驱动我们这个分布式跨境电商 核心的一个生产力啊 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啊 我们的生产资料就是我们的人脉啊 就是我们不管是熟人啊 牧生人半生不熟 所有的这个人脉关系啊 马克思也说过 人的本质就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说呢 人脉就是在这个社会关系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通过分享 通过倍增 通过消费 这样三个生产力的拉动啊 最终让我们在这个成为自由 创业家这个里面 真正驱动的一个生产力 首先我们是要明白的 当我们明确了我们的这个选择啊 我们也选择好了 我们也知道了了解了 真正驱动的这个生产力之后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啊 既然我要成为我们加盟凯利 接受了凯利这个分布式跨境电商 这样一份事业啊 那么我们要对自己啊 这个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啊 这个在特劳特的这个定位理论里面啊 不管是品牌个人啊 不管是在现在的网络IP标签 或者你经营这份事业 首先要定啊 首先要你给自己一个定位 正确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到底在这个加盟凯利之后 我们成为一个消费者 还是说我偶偶分享一下啊 我可能也会纯粹的一个消费者 还是说我顺便跟朋友分享一下啊 我通过顺便的分享 我也获取了一些收益 像成为了一个消费商 还是真正的我想要 当做一份事业来经营 当做我创新创立 创建的这个事业 成为这个行业的行家 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业家 那么你自己给自己 进入凯利的时候啊 自己找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位 那我相信很多伙伴 可能都想成为一个创业家 因为我们今天从这个主题里面也很明确的就看到了 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创业家啊 所以说呢 找准你的定位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有了定位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创业的规划 我们的规划呢 包含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对时间的规划 对我们不同时间 有一个任务的规划 对管理呢 也有个规划 那我们有一个三个三 三个三很好记 我们都是三 其实我们从第一点 第一条开始都是三 我们有三周 三月 三年 创业的整个 想要实现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心灵自由 总共划分了三个时阶段 很简单 那么我们讲人的这个目的 真正获得自由 是想要辛苦一阵子 幸福一辈子 那如何来实现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 小的时间的投入 而不是说你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 都在一个岗位上工作 或者说中间你哪一天不工作了 那你的收益就没了 你上有老 下有小 你对家庭的负担就承担不起了 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的规划 我投入一部分时间 一小部分时间 并且把这个时间精打细算了 然后呢 把这个收益 把这个管道收益 把这个倍增组织 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们呢 有三个阶段 三周 三月三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分配 但我们刚刚加盟凯利 我们有一个任务 我们先要找到我们几位 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有几位伙伴 这个跟我一起来 这个经营这份事业 我进行分享了 我进行推荐了 推荐完了之后 基本上的设立目标 达成这个三周里面 二十一天里面 完成十位或十位以上的伙伴 跟我来一起来经营 因为你做的是倍增 你的生产力是分享之后 实现组织的变化 你要倍增 那么首先分享了之后 你有推荐 推荐就是你的生产力 分享就是实现的手段 就是推荐 那么你有了伙伴之后呢 那你就三个月子里面 建立你的团队 建立你的团队之后呢 用三年的时间 形成你的组织 所以在网络营销 组织行销里面 最终的目的是 建造一个不但倍增的 一个组织 这就是让你真正的 实现人脉变成钱脉 那么我们如何来管理呢 对于我们三周里面 我们推荐了伙伴之后 我们是一个意愿的 一个管理的手段 对于我们每一位 进来的这个 我自己分享之后 推荐的伙伴 我要在他的这个 这个心里面啊 在他的这个意志里面啊 心志里面 在他的心里想的愿望里面啊 心意和达成的这个愿望里面啊 传达我们如何做好这个 凯利这个项目的意义啊 通过这个意义的阐述啊 实现他自己内心一个明确的心愿 究竟我在凯利是要成为消费者 消费商还是创业家 那么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意愿 通过我们跟伙伴的沟通啊 了解 并且让伙伴自己确认下来 我自己内心啊 对凯利 我了解 通过我的推荐人 讲解凯利的意义之后 我自己内心想要有怎么样一个心愿 实现什么样一个梦想 这个意愿呢 要很明确 很明确的这个 让我的伙伴 新进来的伙伴啊 让他自己能够确定下来 并且呢 对自己呢 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那三个月的时间建设团队之后呢 主要是要确立目标管理了 目标管理 这个目标管理不是针对个人的 而是整个团队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想要 在通过三个月 比如说达成 推荐十个伙伴之后 达成了一行动 经过三个月之后 我可以实现倍增 我可以达到四行动 我甚至在三个月里面 可以达成钻石 因为经过 补伴的立变 两次立变之后 我就可以达四行动 三次之后 我就可以达成二行转 至少是一行转 所以呢 团队里面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聘接的目标 业绩的目标 整个业务的目标 那么到了三年里面呢 就是整个实现的是一个 组织的扩张倍增 真正的管理一个 大型的组织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涉及到 占领目标的制定 占领性的制定 占领性行业里面呢 离不开市场的竞争 商业也就是一个 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于这个世界上 全球有那么多的平台 对于凯利这个项目 对于我这个组织 如何实现 制定我的组织的 战领性的目标 在这个三年里面 有些聪明一点的伙伴 再加盟进来 经过三周 三个月的时间 他可能已经制定了一个 三年的战领目标了 所以呢 在三周里面 更快的 11点在三个月里面 就要制定好 你三年的 通过你的战领目标的制定 如何实现 凯利这个项目 在我们的市场上的一个 竞争性的一个策略 你一种打法 一种方法 一种做法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呢 对你编制你整个组织呢 非常的有利 那么通过商业这个规划 从时间节点上 任务节点上 和管理的手段上 你就非常明确了 三周三月 三年 伙伴团队组织 意愿目标 共同目标 在你竞争性的策略 这个战略的制定 你有了这样 明确的一个 创业规划之后 那么你做这个项目呢 推动力呢 更加会强化 所以说我们先要谋划 那么当我们有了一个 创业的规划之后呢 我们还要建立一个 创业的系统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呢 是有三部分来组成的 第一方面呢 是我们运作的一个流程 除了流程之外呢 我们还有系统的工具 当然我们系统里面 还要涉及到人的层面 有我们的教练 教练 教练的话就是传道 我们叫传道授业解惑 跟你一起陪练 教你学会的 并且自己呢 也可以进入练习 通过练习之后呢 你就学会了 所以说呢 有教练的带头 所以呢 创立一个系统 人人都要成为教练 流程化 工具化 进行呢 这个每个人都成为教练 这样一个做法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的流程部分来说呢 我们就有推荐的流程 推荐的流程里面呢 就涉及到名单 约单 谈单也是三个字啊 三个单 名单如何来确立 包含了我们的熟悉的人 牧生的人 还有一些呢 半生不熟的人 对于名单确立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约单 但是在约单之前呢 我们要进行呢 互动啊 特别是对一些半生不熟 或者牧生的人 首先你要在任何的社交 任何的这个营销里面 首先要解决一个性能的问题 性能之前呢 进行一些互动啊 问候互动 点赞 那这样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建立一种性能感啊 因为你仓促的呃 直接发一堆资料啊 你跟人家去呃 邀约 我给你看一些资料 看一个项目 然后呢 你马上来找你来这个谈单啊 这是不现实的 并且呢 在这个约单之前 尽可能的不要去发公司 产品 谋设这些资料啊 而是呢 可以讲解到我有一个项目 或者有 对于你有能力比你强的人 你可以请教他啊 对于能力 录比你录的人 那你可以告诉他 引起好奇 制造需求 一个机会啊 所以说呢 来进行一个邀约 邀约的话 当然对于现在 后遇前时代 那我们有网络上的邀约啊 有会议 有电话会议 有视频会议 还有呢 线下的邀约 有两会啊 小心聚会 呃 约会啊 这样两种方式 那对谈单来说呢 我们里面也要注意 很多的这个 确实谈的时候 第一个要掌握一个节奏感 谈单有一个节奏感 节奏感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互动啊 我们要接受 为了接受对方的情绪 所以说呢 第一步首先是情绪接受 就是每一个人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他肯定有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绪的 你首先 你跟对方要谈了某一个事情 你首先要接纳他目前 当下的情绪 当下的情绪 可以通过聆听 通过我们 呃 聆听之后 这个感情的互动 情感的互动 叫动情 同情 共情 这样一个方式 来 呃 让他在心里面 啊 变成他一个 情绪平立的一个共同者 所以说呢 通过聆听 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对谈单的 这个 第二个阶段 重点还不是谈 啊 还是问 啊 问题是 就是答案 所以通过问的方式 可以了解对方的需求 真正的需求 是希望健康呢 还是希望财富 还是又希望健康 又希望财富 还是他目前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通过问 并且是开放式的问题 提问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开放式的问题 一种叫封闭式的问法 开放式的问题 就是你提出的问题 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这叫开放式的 这个答案不是说 yes or no 是或否的 封闭式的问题 就是指是或者否的 封闭式的问题 问法 在谈单的前面两部分 不建议使用 因为他具有强迫性 所以呢 尽可能用开放式的问题 去了解 了解 对方的需求 啊 针对他的需求 去满足他的需求 这样的方式 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啊 那么当然 对了这个 进入第三阶段之后 我们看这个谈单的谈 谈就是谈了之后 要到什么时候才用到谈呢 就经过交流 语言的沟通之后 非常虎乐了 啊 并且有两个虎 啊 这个就可以谈了 高谈扩论了 在谈的时候呢 有一个最终的一个 啊 这个谈 谈单的 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之后 最最后一步 必须要注意到的 发出一个成交指令 啊 这个成交的指令 必须要发出来 成交指令就是说 去问对方啊 啊 这个谈的虎乐之后 去问对方 你是现在 这个 呃 要加盟啊 哪一个形式啊 你用什么样的 这个形式来加盟啊 我们有优惠的套组 现在有一些促销的活动 啊 那么你是加盟哪一个 活业的优惠的套组 啊 这样的方式 发出这个成交指令 所以有些伙伴呢 在谈单阶段 谈到最后 他永远也不会发出 成交指令 他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啊 啊 这个网络营销行业里面 对一个完整的流程 对一个情绪的接纳 啊 对一个问题的需求的探数 啊 探数出来 然后最终呢 一定是发出成交指令 啊 所以说呢 你知道 呃 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 对谈单来说 已经谈得虎乐了 啊 这个颜值帮两个火 非常虎乐了 那么对方的情绪 也被调动起来了 啊 那么 你用积极的心态啊 正面的心态 啊 并且呢 根据对方的需求啊 因为我们呃 对这个项目来说 我们要讲真实的话啊 真实的对方有这个需求的 那我们才能将来成为我们 自同道合的伙伴 所以推荐的流程呢 就是一个名单 约单 谈单 并且呢 我刚刚在名单 约单 谈单里面呢 把一些注意点呢 也跟你讲了 啊 那么对于我们谈完单之后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流程 导入的流程啊 你进来的伙伴必须要导入 导入到你这个厂里面啊 我们不管是导入到社群里面 导入到我们的内心体系里面 导入到我们的招商环节里面 我们就是 其实 社群也好 内心的 不管是网上的 还是线下的 还是招商的说明会啊 招商的这个Zoom 呃 或者是腾讯视频会议 其实导入的就是一个一个场 一个一个场域 在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后续去进行我们的 所有展开的一些活动 所以呢 有一个导入的流程啊 当然在社群里面 你也要规避好啊 你是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的这个群体啊 你有一个准 已经是我们会员的一个会员群体 还有一个招商的一个社群啊 都要有数区分 内心里面 当然你这个内容啊 对团队里面的内心 在这个场域里面 你会分发出不同的内容啊 比如说有一些 见证的分享会啊 有一些是内部的技能的训练啊 还有一些是一些呃 对于如何招商的一些呃 这个展开的一些培训 还有一些呢 如何提升团队啊 激励团队能量的一些内训啊 不同的内训的会议 招商的话 主要是事业说明啊 那么我们里边就是招商里面 我们主要是通过呃 分布出跨境地上这样一个项目 并且呢通过我们这个 如何提升大健康 如何来做这个大健康 并且把我们非常好的呃 一些这个产品啊 去帮助到大家来共同来创业 这样一个招商的说明啊 招商说明里面 我们不建议去涉及到 这个北美的这个制度啊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算法啊 算法和我们的模式的先进性啊 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阐述到我们这个呃 这个平台啊 我们这个创业家 我们这个产品 还有我们的平台啊 因为我们平台本身有非常大的特色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复制环节 复制的一个流程 复制的流程呢 就是去学去助去教 就是三个字学助教啊 我们首先要进入这个场域 导入场域之后 导入之后呢就要来学习啊 学习完了就呢就要去做啊 就要去做分享 做推荐 做培训 教呢就是说 我们要去教我们的伙伴啊 我们叫你学一百遍 不如呢 做不如教啊 不如教一遍 所以呢 教一遍要抵得上去 做这个学一百遍了啊 所以呢 当然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这个环节啊 这个流程学助教 它也是有连贯性的啊 可以循环往部的啊 因为我们有句话叫活到老 学到老 不停的学 学了之后去舌剑去做啊 舌剑了之后 还可以把自己舌教的舌剑的方法 交给别人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把自己每一次的一个一些心得啊 学习到的一些好的方法 做了之后的经验总结 你去教别人的时候呢 真的是往往是提升你自己的 因为教别人的时候呢 你肯定是经过你自己的大脑的思维 思考的是一个完整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经过你的提炼之后 你教了之后呢 不但不但的你真正的就变成一个教练 啊 所以我们的流程上面 我们主要今天跟大家阐述的主要是核心的 就是三个流程啊 推荐流程 导入流程和复制流程 那我们对工具方面来说呢 我们主要是也是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操作层面的这些工具啊 这些工具呢 就是有些表单 就让你知道如何来注册啊 如何来注册的这个工具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如何来这个购买购物的这个流程啊 这个方式这个表单 还有一个呢 你可以做成这个聊天记录啊 PDF啊 或者视频各种方式都可以 还有一个呢 如何来提现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上的啊 这样的让伙伴们知道 一个新伙伴进来 他实现了他如何操作 这些工具呢 对你一个系统来说 你都要提供给给出去 那么对于说明来说呢 主要是涉及到事业啊 事业的一个说明啊 主要包含了事业的三板斧啊 三板斧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公司啊 我们的这个产品 还有涉及到我们的模设 这些方面 模设我们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是三加210的一个算法啊 真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简洁 那么对展示来说呢 属于属于我们的自己的个人啊 公式里面有一些展示性的一些图文的东西 视频的东西 这些呢都是你要准理好的必备的一些工具 对于你个人来说呢 也是要这个有展示性的 这个你自己和你团队风采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展示呢 很多时候对于各公司来说 对个人来说 对团队来说呢 都是时间地点人物 都是可以导入到一个场啊 因为在这个厂里面呢 就可以做出很逼格的方式来 对于我们这个凯利这个品牌产品来说 不管是他在品牌形象啊 这个用的这个时候的感受 体验感等等的 你都可以导入在一个厂里面 我们呃 讲什么叫逼格啊 什么叫真正的逼格 就是在一个某一个场合里面 某一个场域里面 厂加管用啊 在这个厂里面管用啊 厂加管用 厂就是导入的一个场景啊 某一个场合 那么这就叫逼格 所以说呢 凯利这个品牌形象 对于你使用者啊 对于你把它打造成生活方式 都是可以玩出逼格来的 所以呢 这个展示的工具呢 你要不断地去积累 积累之后呢 然后用拨传学去使用它 并且呢 让你的团队伙伴呢 也要是这样用拨传学去使用它 拨就是你先要拨出来 然后呢 再去传递 所以呢 以前叫传拨学 不过老师呢 把它称之为叫拨传学啊 展示里面真正展示的好 那么你可以招募到 不同的平台里面去 招募到一些牧生的这个人脉啊 他喜欢你这种生活方式 喜欢你这个 我们凯利的这个品牌形象 品牌调性啊 喜欢你们这样的一群人的生活方式 创业方式 把你的真正的真善美 这个风采展示出去 所以呢 你会用到很多的 这个创立了 这个展示性的工具 团队伙伴呢 大家可以共享这些 展示性的这个工具啊 这些呢 对你的项目推动 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如何来成为这个教练 教练到底是平时做哪些啊 做哪些事情来达成这个教练 教练在这个教训过程当中 除了学助教啊 锻炼之外 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伙伴呢 那我们也分成了三个部分啊 对于我们的伙伴 对于我们的团队 对于我们的组织阶段 我们如何来从一个小白啊 从一个素人变成教练 或者说 我有一句话说 想不如住 住不如直接进入 就是你自己进来定位啊 定位就是你是一个钻石 七星钻的一个身份 定位就是你是一个教练 教练的话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啊 传道授业解惑 传授这个这个真善美 传授这个正能量给他 这个叫道 授业就是把这个事业啊 教授给他啊 解惑就是他的疑惑 你要答应给他 所以说呢 成为这个教练 那教练怎么来做到呢 虎伴刚刚进来的时候 如何来做 这个教练呢 陪跑呢 就是有三个字 很简单 叫钉关跟 你要盯着这个虎伴啊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小baby一样盯着他 并且呢 给他对关心啊 问他有哪些事情还不清楚 并且来跟进他 实时的跟进他 哎你的名单有没有利好 你有没有开始尝试约单啊 你是不是要我协助来谈单啊 这个呢 叫钉关跟 对于虎伴进来之后 很好记 那么对于有的一些小虎伴之后啊 我的虎伴推荐了 那下面也出现了虎伴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团队 或者说是一个核心团队 组建出来之后 我们如何来做教练呢 我们非常的有层次 我们非常清晰 我们住一代啊 Bung up 代 晚三代 就是大家如果这样去做 自己做好自己的一代 出现你的更多的横排 你的网店啊 你的分布式跨境电商的网店 做了很多很多 这个呢 是将来你的分公司 分布式的分店 去中心化的分店 分布的网店越多 那么对于你的 后面的生产力呢 是越强大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密词法则 密词法则里面 n的n次方 两个n都是越来越大 那么底部的n大 或者说倍增的次数大 都是这个密词法则里面的 一个方法啊 所以说既然n的n次方 那我们下面这个n 你要做大 上面这个n 你要做大 所以呢横排 做一代 啊你就慢慢的啊 你就持续的去做啊 三个月三周三年里面 多去做这件事情 帮二代啊 帮他这个谈单也好 帮他这个名单的时候 一些方法 如何来正确 就是帮他啊 并且呢 第三代有些事情 你要管着他 那么冷冷大家 这样做之后呢 哎大家就变得比较方便了啊 也是住一代帮二代 管三代 冷冷都这样去做 这个团队呢 就倍增出来 当我们形成组织之后 团队越来越庞大 啊有了不同的小团队 形成了一个庞大组织之后 甚至几万人 几千人的组织之后呢 那我们对于我们教练如何来做 做好我们这个置身和管理呢 我们叫冷啊 日冷心 抓日线啊 放冷线 开心线 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啊 这个团队 这一支呃 这个这条线的团队啊 特别要 那你要紧紧的抓好他啊 并且呢 培育他们 那么有些人只是一些消费者 或者说他渐渐的他你团队远去啊 那么他也掉队了啊 真正是没有办法浮起来了 那你可以放一放啊 并且呢 同时呢 你还要开拓你的新的团队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这个教练来说 整个三部曲啊 三个阶段 三种人群 呃 每一个人群里面呢 用了三个方法啊 用三个字 来表达 大道字简 我想通过这个 简单一点的这个方法呢 让你呢 并且呢 非常的这个好做啊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整个我们就五个部分啊 五个部分呢 我们就真正这个了解到了 如何来成为一个 自由的创业家里面啊 我们真正的是比较简单的 先是一个选择的行业选择啊 产业行业企业的选择 如何来选择 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就明确了 然后呢 对于生产力的解读了解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有一个本质思维提升冷值 啊 明确了 真正在我们组织行销里面 核心的生产力 就是组织倍增啊 然后呢 并且是有一个 有消费力的组织倍增啊 并且是通过分享来驱动 那么找到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啊 想要在凯利里面 获得真正的成为一个自由的创业家 并且呢 做好了创业的规划 时间的划分 任务的分配 管理的方式啊 自己非常明确了 那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确立 创立 流程工具和自己成为教练 并且呢 通过流程化啊 推荐流程 导入流程 复制流程 让自己非常明确 自己这个业务是如何运战的 并且呢 呃 去完善自己的操作工具 说明工具 展示工具 那么作为教练来说呢 对于这个三个人群 不同阶段 如何去呃 按照三个方法去做啊 这样呢 整个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在线聆听啊 和你一起呢 创造奇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